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在华盛顿现场的我的同事王宁如 宁如你好 人人好 你在华盛顿感受到的这种气氛是什么样的 特别是第一轮的小范围会谈已经结束了 美国的舆论是怎么来评价目前为止会谈的进展 好的人人 那么目前为止呢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混乱 那么从刚刚第一轮会谈结束 就是三分钟 那么白宫记者呢已经发来了 他们现场的一个值班记者的报告 那么我们现在掌握到了两点消息 第一呢就是白宫记者形容 这是他们报道过所有的峰会以来 九年以来最混乱的一次峰会 那么白宫记者他刚才在这个记者报告上面 是这么形容的 说现场的一开场 所有的记者呢都在互相推互相攘 希望能够站到一个好位置 但是呢没有任何人动 后来呢俄罗斯的安保人员就开始 把美国的记者和俄罗斯记者 希望他们请出去 但这个时候呢 美方的记者还有美方的白宫官员呢 都开始对俄罗斯的这样的行为呢 表示反对 要求那记者继续留下 所以呢现场的场面呢 基本上是非常的混乱 而且呢有记者说 好几位记者呢几乎是被推倒在了地上 这是第一个 对于现场我们来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第二呢就是现场的有记者 对拜登吼了一个问题 说你信不信任普京 当时呢拜登的回应是点了一下头 结果呢才过了没有多久啊 白宫立即发了一份声明 澄清说 拜登刚才的点头 只是对于所有的媒体的这个场面 和当时的混乱进行的点头 并不是在回应媒体 对拜登提出的具体问题 那么可以看出呢 白宫的这个姿态呢 是非常谨慎的 而且呢这一次峰会 从安排上来看 我觉得有两个观察 就是第一点是按照美国这个要求呢 普京是先到场 拜登再到场 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呢 是凸显出了之前多次峰会的时候呢 普京都是严重迟到 美国这次呢 希望能够在时间上 有一个自主的把控权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知道后面的记者会 双方呢不会召开联合记者会 而是普京先召开记者会 拜登再召开记者会 因为呢拜登表示说 不希望把两个人的互动呢 成为媒体的焦点 而是希望能够各自表达 自己的立场和信息 因此呢总的来说 白宫对于这次峰会 我们从安排上来看呢 是希望能够掌握一个主动权 希望呢把这个整个场面呢 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而不是出现像上一次 前美国总统 特朗普与普京会晤中 出现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和一些尴尬的场面 那么目前来说呢 白宫的这个意图呢 似乎并没有达到 因为呢从一开场 美方的这个反应呢 就是已经这次峰会呢 一开场就已经陷入了混乱 嗯 好 谢谢 谢谢宾如